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10月31号的公式早安新闻 我是朱凤志 马上带您来关心总统大选进入斗鼠阶段 蓝白和首度进行了政党协商 由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跟民众党主席柯文哲面对面沟通 会后他们共同提出了四点声明 不过外界最关心的在野最强总统候选人如何产生 则是没有进展 民进党质疑蓝白两党协商是政治分赃 抖中共的欢迎 握手致意蓝白展开首次政党协商 四大共同声明要进行台湾第三波民主改革 两岸能源财政等未来发展共识 强化国会功能总统应付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 国会席次最大化两党相互支援 但外界最关注的还是在野最强总统候选人 如何产生 我们必须要由包括朱立伦 包括柯主席 包括侯友宜 我们在内 我们尽快的坐下来 来就这个总统大选的 第一个从组合到共同的目标 我们尽快的来定案 我们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愿 所以刚才朱立伦主席也讲 尽快三个人坐下来谈 只要是一个公平的公开 就是然后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比赛方式 那当然我们就既然要合作 我们还是尊重对方的意见 传出柯文哲二十九号先跟郭台铭见面 柯文哲没有否认 重申要团结一切可团结力量 侯友宜也强调总统这局不会缺席 侯友宜出席观光业者参序 大谈观光政见 呼吁政府应该赶快松绑禁团令 倒是民进党看蓝白政党协商 赖清德进办总監事潘孟安直言 蓝白联姻变成歹系脱棚 如果基于理念是职务分配 如果不是就是权力分赃 我想国人已经看了 这个很不耐烦的 把这种权力的分配 作为彼此政党合作的基础 那未来是国家的灾难 所以我个人看这场蓝白联姻 会是一场政治的先人跳 未来总统是否到国会 进行国情报告 盘蒙安表示 赖清德不排斥进行国情报告 但是否要进行一对一寻达 则尊重国会 记者欧容林志坚 吴启昌台北报导 这个星期整体上秋高气爽 不过受到了东北季风的影响 桃源到台南沿海空旷地区 还有恒春半岛 金门 澎湖 都会有机会出现比较强的阵风 外出要请多加留意 今年温度上大致上跟昨天类似 北部22到28度 中部20到30度 南部21到31度 东半部21到28度 要留意日夜温差比较大的情形 而透过定量降水图 我们可以看到 晴晨到白天 桃源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 还是会有短暂降雨 尤其是在东北部地区 还是要特别留意 可能会出现局部比较大的雨势 在北部的山区 还有中午过后的中南部山区 则是会有零星的短暂降雨 不过到了星期三 整体的降雨就会比较趋缓 在星期四之后 天气就会变得比较稳定 第28届联合国气候会议 11月底将会在杜拜举行 各种减碳以及碳捕捉技术 将会是核心议题之一 美国加州的新传公司Ellum 把天然石灰石变成了神奇补碳海绵 方法是先将石灰石碳酸钙压碎 高温断烧 分解为二氧化碳跟生石灰氧化钙 二氧化碳封存到地底 氧化钙再加水成为熟石灰 氢氧化钙 就成为吸附二氧化碳的粉末 放在薄薄的托盘 垂直组成塔柱形状 很快就跟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结合 变回石灰石 自然界需要几年完成的过程 现在只要三天就可以达到 平均每平方公尺 可以去除五十吨二氧化碳 而且重复同样的步骤 就能不断循环吸碳 将碳储存到地下 或者固化在水泥中变成建材 业者表示地球上的石灰石含量充沛 价格低廉 而且地底下能储存碳的空间很大 足以容纳工业革命以来 所有超量排放的二氧化碳 因此用石灰石补碳 是对抗气候变迁 减少碳排的有效方式 也设定了到2035年 每年从大气中去除十亿吨 二氧化碳的目标 不过也有人质疑 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低 直接补碳有如大海捞针 效率不如从工厂的烟囱补碳 此外业者也面对石油与天然气 游说团体的漂绿控诉 他们表示解决气候变迁 没有万灵丹 只能从打破现状一步一脚印的做起 公事新闻是会中别一 一起来看今天各大报的重点新闻 首先是中国时报 诺鲁总统坤洛斯十月才来台湾 参加国庆活动 回国不久就遭到了国会投不信任票下台 外界就质疑我外交情报失灵 也让两国的邦交增添变数 诺鲁昨天是选出了新任总统雅定 外交部表示雅定2005年 陪同当时的总统石可迪来台 与我签付交公报 并且曾经多次来台 我方将会和新政府持续深化交流合作 自由时报来关心的是 逐记总处今天将公布 第三季国内生产毛额GDP概股统计 预料第三季GDP可能会略为下修 逐记总处将会在11月底更新预测 今年的GDP可能会有1.61% 再下修到1.5% 联合报我们来关心的是 各大银行陆续公告 2024点数雷点范围 可试用现金回馈范围减少 消费分歧零路地的范围 其数缩减 持卡人明年的权益 可以说是全面大缩水 而包括永丰银行 第一银行 还有中国信托都宣布 针对一年以上未开卡 或是未消费的信用卡 将会祭出停卡措施 继续来关心中部地区 爆出了无卡分歧诈骗案 有11所大学 总共95名的大学生报案受骗 不排除人数可能还会再持续增加 而涉案的三名被告当中 负责周揽大学生的林姓业务员 获得法院裁定交保 检方已经提起抗购 近日爆出多起大学生 遭无卡分歧方式诈骗 根据教育部统计 截至目前共11校 95名学生报案受害 不排除受害学生人数 还会继续攀升 希望社会少责骂 让受骗学生勇于报案 上午立委协同台湾学生联合会等团体 呼吁政府应该建立消费者保护机制 立委指出近期最常出现了五大无卡分歧陷阱 包含诱骗学生签下本票或后续歧数 利息越来越高等诈骗手法 许多签下五卡分歧七月的学生 对于后续利息金额都不知情 还有不少人则是因为同学口耳相传 跟着一起掉进五卡分歧陷阱 呼吁教育部应该尽速落实 宣导学生反诈骗 行政院也应该针对五卡分歧 建立相关规范 台中地检署表示遭居体的三名犯贤 经检方复讯后 寄信店员八万交保 而零星负责任和另一名负责 招揽大学生的零星业务员 都涉犯加重诈欺罪 却只有零星负责人生涯境界 另外台中市行大表示 相关犯贤已执行搜索具体 将持续清查商家融资公司 介绍人共犯结构向上溯源 这办 记者源子郭俊玲 台报道 刑事局警方 去年锁定一个诈欺集团 因为诈骗的金额比较高 没有办法再抽商ATM提领 所以他们先找人头 成立了假公司 再请车手卫装成了公司会计 以提领货款的名义 直接去银行零柜办理 一共是有二十八个人数还报案 遭到诈欺的金额 高达了一点二亿元 穿着套装 脚踩高跟鞋的诚信车手 刚从银行出来准备上车 警方立刻一涌而上 逮捕 警察不要动 刑事局去年六月 接获报案 有诈欺集团 以假投资高报酬名义 鼓吹民众加入投资群组 财损动辄上看千万元 警方追查发现 集团有别于到超商ATM 提领账款的手法 先找人头创立假公司 再教导被害者 以货款明目汇款 最后让未装成会计的车手 到银行林贵提领大量账款 警方陆续在北中南三地 逮捕收藏洗钱的寄信嫌犯等17人 到案 受害者有28人 遭炸金额高达1亿2000万 警方表示年约40岁的陈信车手 为装会计打扮用心 请作笔记 还在其他炸漆集团接案 总计在银行领取炸漆款项 近高达2.5亿元 群岸依涉犯刑法诈击罪 及洗钱防治法 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继角民风彭汉群台中报导 高雄市今年登革热本土疫情 已经超过千例 虽然喷药积极防治 但是却也造成了不少民怨 也有明代质疑 这会让病媒文有抗药性 所以现在高雄市政府 也和专家合作 未来要搭配 以文课文的方式来防治 不过程少还有待观察 高雄市登革热疫情 还没有明显降温 民众几乎走到哪里 都有机会看到喷药防治 你可能就是知道 哪一个些地方 疫情比较严重 就不敢去 很想去会不敢去 喷药也就是暂时吧 对啊应急一些这样子 喷药到底有没有用 有民众认为治标不治本 也有明代忧心 蚊子出现抗药性 市府回忆目前还没有 抗药性状况 也透露已经跟高雄医学大学的专家合作 未来将搭配以文课文的方式来防治 也是全国首创 卫生局解释 以文课文的方式有两种 新加坡采用的是抑制型 是让雄蚊感染沃尔巴克氏菌后 与野外的母蚊交配 产下的卵无法孵化 但高雄打算采取的是取代型 无论瓷雄斑蚊都让他们带有这种菌 与野外斑蚊交配后扩大生物范围 因为这可以抑制他们体内 登革热病毒复制的速度 这项技术将会发表在国际期刊 与菲律宾大学跨国合作后 预计明年初将启动野放蚊子试验 国道三号通宵交流道附近 昨天发生造车开启驾驶辅助系统 结果撞上施工单位的款状车 又擦撞大货车的事故 而这已经是近期之内 第二期在同一个路段发生事故 旧屋车抵达事故地点 一辆白色自小客车打痕在国道中间 缓撞工程车与大货车 则分别停在内侧车道与路间 自小客车车头几乎全毁 遭撞的缓冲车车架扭曲变形 大货车也被波及 这一起事故发生在三十号上午八点多 地点位于国道三号通宵交流道附近 国道警方表示自小客照姓驾驶 应开启驾驶辅助系统 疑似为注意前方路况 撞上正在进行伸缩缝工程的车辆 三车驾驶九侧值均为零 照姓驾驶受伤送医 这是高速公路苗栗路段12天之内 第二起开启驾驶辅助系统 撞上施工车辆的事故 专家表示驾驶辅助系统 包含定速巡航 车道偏移警示 碰撞预防 循击控制与盲点侦测等功能 尽管能降低行车疲劳压力 但驾驶人应该手握方向盘 眼睛直视前方 以便及时应变突发状况 高工局去年就曾制作宣导短片提醒使用驾驶辅助系统应注意的事项 警方则呼吁用路人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 人应注意车前状态确保安全 记者要命风捧换群 苗栗报道 桃园有一名郭姓男子去年12月车祸被警方酒厕结果超标 被依照公共危险罪嫌起诉 男子主张自己没有喝酒是使用了酒精漱口水 桃园地方法院省理时当庭勘验 要求他使用漱口水 等到他漱口之后在酒厕 结果数值超标 所以男子获判无罪 车祸事故 警方接到报案道场先进行酒厕 桃园一名郭姓男子去年12月晚间 移车撞到抽水马达 酒厕值达0.58毫克 郭男公称每喝酒是使用有酒精的漱口水 听到会不会觉得还蛮讶异的 对 真的 警方认定涉及酒驾 移送地检署侦办 郭姓男子被依公共危险罪嫌起诉 不过桃园地院审理后 针对郭姓男子主张 依照相关证据调查的结果 不能够排除被告在酒厕前 有使用含酒精成分漱口水漱口的可能性 因此法官要求同款漱口水 同款酒精测试器当庭勘验 郭男酒厕值为0 使用漱口水后三分钟 再使用矿泉水漱口 酒厕值为2.12毫克 被告在接受酒厕的时候 有可能因为使用含酒精成分漱口水 漱口的结束时间还没有达到15分钟 导致检测所的数值超标 受测者可于漱口后或 据饮酒结束时间15分钟后进行检测 本案法官依据相关市政综合考量 本分局尊重法院判决 警方强调为保障民众权益都会让对方漱口后再实施酒测 其实今年9月台中也曾经发生警方取缔民众酒驾超标追查才知他因为牙龈红肿使用含酒精漱口水 如今这次桃团民众酒测超标的案件 地院表示依检察官所提出的各项证据 并不足以形成有罪的明确性 因此判决被告无罪 全案仍可上诉 记者张淑云桃园报导 以色列军方三十后表示 以军在加萨执行地面攻势期间 救出了一名遭到哈马斯挟持的女兵 不过一位参加音乐节遭到挟持的德国籍女子 则是证实已经身亡 德国总理萧姿痛批哈马斯的野蛮行径 以色列总理纳坦亚胡则是强调 不会同意停火 因为这样等于是对恐怖主义投降 开心的宰哥宰武 庆祝一名以色列女兵获救 以色列军方三十后表示 在加萨执行地面攻势期间 救出一名在十月七号 遭哈马斯挟持的人质 是名叫梅吉迪西的女兵 不过军方并未详述 梅吉迪西获救时的情况 此前以色列总理纳坦亚胡曾表示 透过执行地面行动 正努力营救遭绑的两百多名人质 只是一名二十三岁的德国籍 女子卢克七号参加音乐节期间 遭哈马斯绑走 以色列外交不证实 她已经死亡 肖子还强调 以色列有权保护自己 免受哈马斯实施这类恐怖攻击 纳坦亚胡则以珍珠港事件 和九一恐攻来比喻这起袭击 明确表示以色列不会同意停火 纳坦亚胡被问到是否考虑请辞 他则回应唯一考虑的是 把哈马斯扔进历史的垃圾桶 只是巴勒斯坦一名自由记者拍摄到的影片显示 以色列战车在加萨边界附近 对一辆民用轿车开炮 以军回应哈马斯在加萨境内使用民间设备 来从事军事目的 并强调谁敢保证车上没有恐怖分子 公司新闻这位人编译 以哈战火在各国引发了不同宗教族群的紧张 属于俄罗斯联邦 居民大多数都是穆斯林的达基斯坦共和国 许多人听说一个来自以色列的航班 将会在星期天抵达 所以他们集体闯进了机场想要堵人 当局是一度关闭机场 并且逮捕了六十个人 大批民众手持巴勒斯坦旗帝 一边高喊真主志大 一边拆掉航下玻璃窗 大局涌入达基斯坦首都马哈齐卡拉机场 他们在航下中到处流窜 逢人就问以色列人在哪里 饱受惊吓的机场员工告诉他们 办公室里没有以色列人 这群暴徒索性冲到飞机跑道上找人 甚至到机场外拦截可疑车辆 这些疯狂行径迫使当局随即关闭机场 宗教领袖也出面谴责 位于高加索地区的达基斯坦共和国 属于俄罗斯联邦 居民超过八成是穆斯林 许多人不满以色列对加萨发动战争 导致八千多人丧命 七七天部分民众听说 有一个以色列航班将降落当地机场 就纷纷前往示威 达基斯坦内政部表示 目前已有六十人被捕 达基斯坦领袖周一也前往机场关切 强调将严惩歹徒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则发表声明 要求俄罗斯当局保护以色列公民和犹太人 而根据及时航班追踪的资料显示 七七天的确有一架红翼航空航班 从特拉维夫起飞 于当地时间晚上七点 过境降落在马哈齐卡拉 公事新闻在惠名片一 在马来西亚沙巴拿赌地区的垃圾掩埋场 有一群无国籍人士长期都居住在这里 靠着在垃圾山捡回收获得温饱 这样恶劣的工作环境 却是他们活下去 还有翻身的机会 请看公事国际记者来自现场的追踪报道 一辆垃圾车将垃圾倒在沙巴拿赌地区的垃圾山上 空气中弥漫着腐败的酸味 住在这里的居民将垃圾堆里 有价值的回收物一一挑出来 这座垃圾掩埋场在2012年启用 如今有十几户家庭居住在垃圾山的周围 更有数百人在此减食垃圾维生 一马早年也在垃圾山工作 一个月赚五百令吉相当于三千五百元台币 靠着减食回收攒下的钱 在垃圾山五分钟车程的海边建了一栋水上屋 并且在近海养殖海藻 改以买卖海藻为生 对于白手起家的五国籍人士来说 垃圾山是他们翻转人生的机会 在沙巴拿堵另一个五国籍人士的村子里 每天一早村民得从自家屋子里划船到岸上取淡水 五国籍人士也无法购屋 他们大多将房子建在近海上 在沙巴有许多像这样子的水上屋村落 这些五国籍村落也跟一般的村子一样 有自己的商店 礼拜场所 甚至还有小型的造船区 不过五国籍人士也持续面临被逮捕的状况 在热闹的市中心 时常可以看到五国籍的孩童在街上游荡 向路人讨钱或是食物 在沙巴 五国籍人士面临各种生活上的问题 这些五简的难题将继续复制到下一代的生命里 国际纪念的山 马来西亚沙巴采访报道 把镜头焦点回到国内 因应产业需求 台电推出了批次生产时间电价方案 从十一月开始 新智将离风时间从九个小时 拉长到了十八个小时 间离风电价价差 每度差六到七元 经济部长王美花指出 估计包含有工具机 还有机械等产业 都能够调整排成降电费 粗估一点七万户的高压用户都适用 生产罗斯罗帽 除了靠人力控制产性排成 生产机具其实相当耗电 电力需求可不小 因应产业需求 台电从十一月起 将推出高压及特高压电力批次生产时间 电价方案 鼓励业者多利用 离风生产降电费 业者表示台电新方案虽然看似有诱因 能够降低每月用电支出 但对他们而言 现阶段接不到订单 才是最大的问题 不过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 对多数制造业来说 力大于比 工具机 机械业 铸造业 钢铁 还有纺织等等 那他们就可以来 做这样的调整 来降低他们的电费 那我们出锅大概是 有一点七万的高压用户 可以来试用 过去台电针对高压及特高压电力 批次生产时间电价 针对非下月的离风时间 是每天的凌晨零点到早上六点 再来是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两点 离风时间为不连续的九小时 不立产线生产排程 台电讨论后 研议出从十一月一号开始 尖风时间拉长到连续十八个小时 离尖风电价每度差六到七元 尽管台电寄出目前电价中价差最大的 时间电价新方案 但对产业界而言 碰上全世界景气放缓 接单状况走下坡 要透过离风时段调整生产排程 进而降低用电成本 恐怕效果很有限 记者原始郭俊林新北报道 行政院在日前拍板 明年均工作将会加薪百分之四 财政部长庄翠云表示 除了台银还有土银 这两家百分之百的官股银行之外 像是华南还有义银等公股银行 也将会调薪 主记长朱泽民透露 已经匡列了四十四亿元的预算 供退休均工作月退金调整 但是不是会比这调高百分之四 则是要由三官单位来做决定 日前行政院拍板 年增两百九十八亿元的预算 替军工较加薪百分之四 让许多上班族是相当羡慕 现在财政部长庄翠云 也在立法院表示 八大公股民营行库 明年都会加薪 公股行库要加薪 依据加薪的幅度 你认为要落在多少 目前就我们所知 公股民营的银行 目前来说 他们的加薪的幅度 大概在百分之四 有些必须要经过 他们的董事会通过 国营的部分 当然因为也在 他们也在计算相关的数据当中 庄翠云表示 明年除了台银土银 两家百分之百官股银行 像是华南 义银 和库等 公股银行 将调薪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 不等 赵丰基已经正式宣布 通过加薪百分之四点五 加薪的幅度超越公务员 若加上烤基以及升迁进薪 明年整体加薪的幅度 渴望超过百分之八 只是明年军公教调薪百分之四之后 退休军公教的月退金 是否跟进调高 也引发各界的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 国内贫富差距已经创下十年新高 尽管薪资调整 还是追不上物价上涨 主席长朱泽民认为 如果要改善贫富差距 就要透过社会福利支出 因此政府设复的预算 从四千六百多亿元 增加到七千一百三十亿元 成长百分之七点五 记者会与张国良台北报道 台北大巨蛋十一月 就要进行压力测试赛 有市议员昨天到现场视察 发现屋顶的灯光 会让球员产生炫光 而球员休息区的高度不够 会撞到额头 还有议员在大巨蛋里面 捡到了许多烟蒂 值一工地管理安全 要求远雄检投改善 台北市议员陈佑辰拿出棒球手套 在大巨蛋投接球 发现除了浅灰色座椅 有吃球的问题 屋顶上的强烈灯光 也恐怕会让球员产生炫光 影响比赛 另外球员的休息室高度 是严重不够 只要一百九十公分以上的球员 在休息室就可能会撞到头 甚至这个电视萤幕还被挡住 要求远雄检讨修正 确实是比较严重 那不晓得是不是跟大巨蛋 他在墙面上也是采用白色的墙面有关系 所以看起来都不太像正常的状况 那远雄还是有他的坚持 跟说明不清楚的状况 那实际上的考察 有发现这些问题 就应该好好解决 三十号台北市议会教育委员会 实地视察大巨蛋 多位议员发现问题不少 虽然中黄还在细修 但十一月十八号 就要进行压力测试赛 并且开放观众入场 但到现在牛棚练习室 都还相当破损 洗手间烟蒂满地 甚至还有啤酒罐 出现在施工现场 另外也有议员提出要做满意度调查 体育局表示十一月的测试赛 会邀请所有议员来参与 也会请远雄做满意度调查 针对议员的建议要求 会要求远雄改善绝不放水 远雄也回应各项意见 都会逐项检视跟改进 记者还有王新中台北报道 台大医院企业工会 接获护理师投诉 院方没有经过同意 就以训练名义 对人员进行不当调动 强行要求症状率比较低的 新生儿科护理师 到其他的单位支援轮调 而不是补足人力缺口 院方则是回应 中重度病房因为手指化减床 所以才会进行人力调度 会再跟同人沟通 国内护理人力缺口没有解决 现在更传出 国内医院龙头台大医院 遭护理师投诉 院方批面要求 战场率较低的新生儿科护理师 到其他单位频繁支援 累计今年八月以来就高达一百多天 控诉院方将护理师当作万能的工具人 而不从源头把人力缺口补齐 台大医院企业工会与新生儿护理师 共同发表声明指出 台大儿童医院日前发布交叉训练公告 不仅对实际训练内容只字未提 而且一次训练周期长达十六周 根本已经沦为无限期支援 痛批院方无视人力短缺的核心问题 只是假训练致命 行不当调动之时 对此台大医院发声明强调 此次交叉训练是中重度 与新生儿加护也是上下游单位的训练 期许增加对新生儿重症照顾的能力 院方将会再与单位同仁持续沟通讨论 记者 蒋水明 蒋龙翔特报道 许多的家庭照护者都面临没有办法 好好休息的困境 现在有民间团体推出了创新的互助 喘息事办计划 以二对多照顾的方式 一次照顾四到六位失能或者是身心障碍者 达到换手照顾轮流休息的目标 同时也解决照服员人力吃紧的问题 开心人和女人聊天 社工也在一旁互动协助 今年八十八岁的林妈妈 中风后引发血管性失智症 又因为缺少外界的刺激 病情逐渐恶化 原本辞职专心照顾母亲的林小姐 虽然有需要的时候 就会申请喘息服务 但独自照顾的压力 还是让她难以喘息 直到报名使用互助喘息服务后 才让她知道 照顾原来还可以这样做 人力算很足 然后而且比如说这几个长辈来讲 今天轮到你帮忙雇 然后明天换帮忙雇这样子 好像我多了一些家属 在帮忙一样 目前长照二点零 一对一居家喘息 一天最多可申请十小时 政府负担三千八百五十元 但中低收入以及一般户的民众 每个月还是得依照 使用照顾服务项目 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六的自付额 而且因为照服员人力吃紧 加上有些家属不放心省钱等因素 使用率偏低 现在民间团体推出互助喘息事办计划 由一位专业的照服员 搭配一位照顾者志工照服员 以二对多照顾策略 一次照顾四到六位失能失智 或身心障碍者 而且一位照顾者志工 只要照顾一天 就能换到两天的预约喘息 陈景玲表示互助喘息 除了解决照顾服务人力不足问题 也希望家庭照顾者走出孤立 透过同才的互助能够安心交接 也能增加照顾者与被照顾者 社会参与的机会 记者会有张国良特别报道 世新大学中国文学系传出将在一百一十四学年度 庭州 系上的学生也收到了庭州说明会的通知 不少人都感到错愕和失落 校方坦言 除了中文系之外 还有其他系所的学位学成也正在讨论调整 一百一十二学年度停招申请 如果获得教育部核定的话 将会在一百一十四学年度停招大一的新生 直到已经入学的学生都毕业之后 系所才会正式走入历史 强调会和师生充分沟通 确保师生的工作权和受教权 而教育部则是回应学校如果有系所调整的需求 可以在明年三月提出申请 将会依照规定来审查 内政部护政司公布了国人常见名字 男性是以家豪最多 女性则是熟分夺冠 不过世代不同了 取名的趋势也有一点变化 新世代常见的名字 男性是以恩朔排名第一 女性则是品言最多 有部分的爸妈就表示 恩朔还有品言都太像艺人的名字 还是会以好听好记好写为主 在街上唱歌讨堂 小朋友精心变装打扮 欢庆万圣节 不过现在家长都帮孩子怎么命名 根据内政部护政司统计 国人常见名字前三名 男性是家豪最多 其次是智名健虹 女性则是熟分夺冠 再来是熟慧美龄 我们那时年代就是秀啊 什么猪啊 什么宝啊 男生大半都是比较 那个什么尾啊 什么什么那个墙啊 什么这样 我自己名字我觉得也是蛮菜市场的名字 对啊 方便讲一下 我自尾 会啊或是什么 心啊之类的 我的名字是我 我妈直接取的 没有算名 好听就好 对啊 随着世代不同 取名趋势也有所变化 新世代常见名字 男性前三名是恩朔 又婷子瑞 女性则是品言 以非与非 不过有别于 以往常用算命取名 部分现代的爸妈 反而希望孩子名字 不要太 菜市场名 有部分新世代的爸妈表示 像恩朔品言就太像艺人的名字 还是会以好听好记好写为主 记者恩荣林之间台北报导 近来爆红的三雕岭生态友善隧道 原本有五十多只台湾叶鼻符棲息在这里 但是在隧道开放观光之后 一度减少到只剩下十多只 另外在屏东的万轮大桥附近 原本有蝙蝠棲息的下水道 也因为工程严重 影响到了蝙蝠的棲底 一九二二年通车的三雕岭隧道 转型为生态友善隧道 成为新北市爆红景点 近期设计师吴中勋 发现在隧道棲息的叶鼻符变少了 有时候只剩十几只 蝙蝠为什么减少 新北市政府从二零二三年一月 开始检测 但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资料 能进行分析 原本隧道采用假日预约制 但平日人潮依然很多 为了减轻影响 在八月二十九日之后 改采全面预约制 并且在隧道两端入口 摆设告示牌 在我们告示牌的设计上 我们有增加蝙蝠的图案 以及蝙蝠的一个生长习性 让大家知道说 其实它是一个夜行性的生物 那我们可以就是轻生细雨 或是放慢你的脚步这样子 那我们里面有蝙蝠 我们轻生细雨 三雕脸生态隧道 导入了改善措施 但其他地方就不一定这么幸运了 在屏东万伦大桥附近 有一个蝙蝠聚居的下雪道 周围原本有杂木林 却因为雪地工程 地表被清空 研究人员进行调查 结果让人忧心 结果发现 连一只小提笔符都没有 数量也是非常非常的少 那比较多的看起来 就是台湾毛腿舒二符 不过那个叫声的 那个活动量 也是非常非常的少 这座下水道 原本是台湾已知 毛腿舒二符 最大的矩居地 却因为工程而受到严重干扰 蝙蝠承担生态功能 若它们受到影响 我们也无法置身事外 记者综合报道 奥地利是欧盟使用现金比例最高的国家 平均每个人会携带一百欧元的钞票出门 但是为了要打击洗钱 欧盟打算限制单笔现金消费在一万欧 大约是台币三十四万元 引发了当地民众不满 奥地利执政党表示 有计划把负献权写入宪法 保障国民的权益 在数位支付的时代 北也纳街头 仍可以看到 有人去ATM提领现金 根据统计 奥地利有百分之七十的消费 还是现金付款 是欧元区比例最高的国家 路上逛街的民众 钱包里都塞满了钞票 每位奥地利人平均 带了一百欧元现金在身上 许多商家也不接受刷卡付费 像是这间有名的冰淇淋小店 老板就是现金付款的支持者 每份菜单上都有相关标示 提醒客人只能使用现金 为了杜绝洗钱 欧盟打算限制现金支付 每笔最高一万欧元 但这项政策惹怒了许多奥地利人 奥地利执政党则计划将复现权力 写入宪法 让民众不必再担忧 都遭到限制 不过专家指出 执政党这项提议 仅具有象征意义 因为能否继续使用现金支付 全看欧盟法规会怎么走 公司新闻两院编译 越南有一位艺术家 原本是学建筑的 不过他把学到的空间概念 利用在羊毛针上面 用针戳出了立体又逼针的宠物造型 让寺主再贵 也愿意偷腰包买带 先在纸上画下动物的体态神情 按照图片再用 粘针一针一针地戳出想要的造型 越南艺术家运用羊毛粘画的原理 戳出超逼针的狗狗 或是猫咪的作品 让四主经验也留作纪念 这名越南艺术家学的是建筑 他利用所学的建筑空间概念 让作品创造出立体感 此外他也会先询问四主 宠物的特征与感受 或是他们之间的默契与故事 让作品出了像更富有感情 我刚才能读得到这些作品 我感觉非常不妙的 因为我没有想法 我没有想法 作品是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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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到这些作品 我感觉到这些作品 作品是用作品 作品是用作品 製作仿真寵物的羊毛粘作品 價格可不便宜 從上百到上萬元都有 會根據寵物的花色複雜程度 大小以及樣式調整 有四主說貓咪的生命只有十幾年 但栩栩如生的作品 卻可以讓寵物獲得新生 公視新聞沈陸培編譯 我們一起來關心今天各地的 天氣與保資料 作詞・編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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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空氣如何呢 帶你一起來看空氣品質指標 感謝您收看這一節的公視早安新聞 我是朱鳳志 我們明天再會 展望